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MATS学院,我是斯蒂芬 那在上一讲里面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关于web页面制作的一些web页面制作规范的几点规范要求 在上一讲里面呢,我给大家主要讲了一下这个CSS文件的规范 三个就是HTML文件的规范,还给大家讲了一下图片文件的规范 JS书写命名的规范,以及文件命名存放的规范 那至此呢,我给web页面制作的流程规范,上下两讲都给大家讲完了 我希望呢,大家通过这两讲的这个学习呢,写出一份适合自己公司业务 或者说是公司部门的一份关于这个web页面制作规范的这么一个doc的文档 那这样的话就在工作的过程中呢,就比较的规范,更加的科学化 那在这一讲里呢,我给大家讲一下PHP代码的规范 那为什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PHP,关于PHP代码的这么一个规范呢 那是因为现在70%到80%的这个网站 主要是这种建站类的这种网站,大部分都用的是PHP去写的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项目管理,尤其咱们侧重于是web方面的这个项目管理 所以呢,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去讲一下这个关于PHP代码的书写规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规范 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遵循什么样的规范 好,那我们来同样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目的 那本节课呢,就是学习一下关于PHP代码的制作流程规范的几点注意事项 包括第一个排版,第二个就是运算符,第三个语句,第四个就是它的这个PHP的命名 那接下来呢,我们然后逐一的去看 那同样呢,我给大家也是单独写了一个PHP关于PHP代码规范的一个思维导图 所以呢,等会咱们看的,看下面这些排版命名,运算符,语句的这些规范的时候 咱们直接就看这个PHP代码的这个单独的这个思维导图就就OK 好,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它的排版,在PHP中啊,我们使用TABLE进行缩击,不使用空格啊,这个TABLE呢,我们可以根据它,你们每个人编写代码的时候,进行开发的时候啊,可以根据它不同的这个编辑器,我们来设设定一下这个TABLE,它的那个是几个空格啊,但是我们不建议就是说用这个空格去敲,我们直接使用TABLE啊, 这样的话,比如说你要是写Python的话,这样的话格式更加的对齐,不容易出错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使用TABLE进行缩击,不使用空格,那第二个就是一条语句过长的时候应该直行啊,第二行比第一行多一个TABLE的缩击,之后的行全部与第二行对齐啊,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句话我说的什么意思, 就是说啊,你一条语句如果写的太长太长的话,那我们可以给它直行啊,这样直行,然后对齐下来,这样的话更加的代码写出来更加的标准,更加的漂亮啊,比如说就是这这行代码,到了this啊,箭头这个layout,箭头这个content,等于view,factory,test,list啊,这是一个工厂方法, 那在后面往后面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给它换行啊,因为你在往后可以设置多个变量嘛,然后给它换行下来啊,我们在这下面还可以进行,还可以继续写,就比如说在这下面还可以继续写啊,这样的话就是一溜的这个side下来啊,看上去更加的漂亮,更加的也就是说更加的一目了然啊,人家看了你代码以后就知道你这个东西是要干什么的,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建议就是说一条语句过长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进行直行,然后之后的行与全部的第二行进行对齐啊,这样的话更加的漂亮,这就是简单的一个排版啊,在这个排版的问题上,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命名,我来看一下,命名的第一个,在pvp中,它包含长量,变量,lay,以及函数名,那这个是在所有的语言里边都说的, 是会包含的啊,那这个他的,他们的命名嘛,啊,一律使用英文单词全笔,禁止使用缩写,常用缩写,如XML,UIL,HTTP等除外,那这些是XML,UIL,HTTP,它的这些是一个,呃,一个什么,一个它的关键字,所以我们尽量的避免使用这些啊,比如说你这个用户名,那我们就叫做Udername,啊,以这样的方式, 来去命名,啊,禁止使用拼音,那这个是,呃,大家,嗯,可能,说,呃,怎么会有人使用拼音呢,但是确实是,在工作中,你就会遇到这样的人,他会使用拼音,那我知道的是,比如说,之前有一个,12306,306,就是那个卖火车票的那个网站, 啊,他们那个库,数据库里边,那个库的,呃,库里边那些,有一些表嘛,表的名字,就是以拼音来命名的,你,你可能就是乍一看,你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嗯,人家说这个是拼音啊,然后你才用那个拼音,拼一下,才知道,哎,这个东西是代表了什么,啊,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笑,啊, 那,那尽量不使用info,list等含义模糊的单词,嗯,那我们这里说是尽量不使用,但是有的时候也,也难免,我们会使用这个info,然后会使用这个list,啊,info就是信息的意思嘛,list就是列表的意思,啊,这个就是特别模糊,比如说,你想取出用户的信息,那你就是U的info,啊,用户的列表,U的list,别人一看,就知道这个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单词的单数形式表示单个对象,或对象的类型,单词的复数形式表示多个对象的集合,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还是以这个U的name来举例,U的内部呢,就表示一个人的这个姓名,啊,U的内部子就表示一大,一大群人的这个,一个,呃,姓名,嗯,就说单词的单数和单词复数的一个区别,嗯,来看一个例,啊,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实例,啊,U的ID,123456,U的IDs,它是一个array,1234,123456,那错误的实例就是这个,$UID,123456,那我们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写,但是我们应该尽量的避免写这样写,UID,UID是指啥啊,啊,你这个U的ID就比这个UID更加的清晰明了,对不对, 然后呢,再看第二个,类名称的单词选择名词,方法名称的单词选择动词加名词,变量名,变量名词的单词选择名词或形容词加名词,命名应该选择言简意该和自我能描述的单词,不使用生辟或过于复杂的单词,那这个就是说,呃,总的总体的来,一句话就是说,你这个选择类, 选择这个函数名,方法,变量名的时候,啊,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我们就是在平常生活中,啊,人人都能看懂的这么一个单词,不要使用那种特别生辟的一个单词,啊,这样的话就是别人看你的代码的时候啊,也会觉得特别的舒适,你代码一目了然嘛,对不对,然后看第三个,常亮一律使用大写字母,多个单词使用下滑线分割,那在PHP里边, 我们定义这个常亮呢,一般使用Define,啊,我们使用Define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是用这个,不是大部分是必须得使用这个,呃,大写字母来代表这个常亮,来可以来看一下这个例,啊,正确的事例,就是Const, Const,Const也是表示一个常亮的,Const4吧,等于Value,啊,这个for吧,它就是,你看,它就是,呃,大写的,对吗,那错误的就是这样呢,啊,我们一般就建议,有一个,下滑线,啊,来去分割一下, 好,来,再来看下面这个,变量名称采用CAMEL风格,就是陀峰法,我们常说的这个陀峰法,首单词全小写,后续单词首字母大写,啊,这是陀峰法的一个书写的风格方式,啊,其他字母小写,多个单词之间使用任何符号分割,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啊,看到没,首单词小写,啊,后续的单词,首个字母大写,啊,这个就是陀峰法,CAMEL,啊,错误的事例就是这样的,嗯,大家尽量避免去这样写, 好,我们再接下来继续往下看,啊,在2.5,类名由目录结构和名称文件名组, 采用CAMEL风格,单词首字母大写,其他字母小写,啊,单词之间使用下滑线分格,一般一个文件中只定义一个类,文件名首字母大写,那这个类名呢,由目录结构和文件名组成,那,嗯,这,这个类名称一看呢,啊,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是,这个,这个类,类是要干嘛的,同样也是采用这个陀峰法的一个分格,啊, 啊,而且我们这个一般一个文件中只定义一个类,啊,文件名首字母大写,一般只写一个类,我们来看一下,文件名正确的写法应该是这样的, 啊,class,class下面的controller,controller下面的template,他得php,啊,这个controller就是他的这个控制器嘛,控制器下面的这么一个类名称,啊,我们在命名的时候,就是classcontroller下面的template,啊,就知道这个是控制器下面的这个template,那可能他还有model,model下面的template,对不对,啊,这样的话,这样的命名方式的话,就很容易区别出来,啊, 你这个类是,是,是,那个,呃,控制器呢,还是这个模型,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类是干嘛的,这是2.5,而再我继续往下看,2.6呢,啊,类属性名采用cam风格,啊,也是这个陀峰法,啊,这一块我就不给大家都说了, private和protect属性的,修饰的类属性,在属性名前,加下滑线,啊,这个是我们图定的统一的一个标准,比如说你public公有的方法,啊,到了for,public,啊,只要涉及到这个私有的,或者是受保护的对象,我们前面都加一个斜,斜线,和用来,啊,和这个public进行,啊,属性进行区分,这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一个,一个规则吧, 好,再继续往下看,2.7,函数名,啊,使用cam风格,同样,啊,上面一样都是陀峰法,private和protect修饰的类函数,在函数名前添加下滑线,与kohana框架相关的函数,追行kohana的命名规范,这个的,这个和上面的,这个在命类的属性,啊,里边定义的都一样的,public的话就是没有下滑线,啊, private和这个protect的时候就要加一个下滑线,啊,如果说是两个函数的话,我们中间加一个下滑线来进行区别,比如说这个action list,对。 好,那个,以上就是这个命名的一些大致的一些规范,啊,主要就是长量,变量,类和函数名,以及类里边的这个函数,类里边的这个变量的一些,啊,命名的一些规范,啊, 好,我们再来往下看,命名我讲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运算符,来看一下这个运算符,包含三个,呃,那个规范, 第一个就是一元运算符与变量之间没有空格,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一元运算符与变量之间没有空格, 大家来看一下例,啊,这个就一元运算符,这个感叹号,啊,下面就是这个dola,a,这个是变量,他没有空格,如果有空格的话,这个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还有这个dola,b,加加,点点dola,c,啊,等等,再来看第二个,二元运算符与变量之间,有一个空格,这是二元运算符,啊, and,and,and,他就是取,呃,and,取语,dola,a,和dola,b, dola,a,加等于dola,b,dola,a,等等于dola,b,啊,错误的事例就是dola,你这样写的话,就是不是特别的清晰,啊,dola,a,加等于dola,b,dola,a,等于dola,b,我们一般就是说,必须这个都是空格,隔开的,啊,都是有一个空格的, 第三个,三元运算符与变量之间有一个空格,啊,这个就是三元运算符,dola,a,大于dola,b,是否大于dola,a,呃,是否大于dola,b,如果大于dola,b,那这个最终的就是给它复成dola,a,那否则的话就是dola,b,这就是一个三元运算符, 错误的事例就是这样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明显的对比,啊,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就是上面的这个就是写出来就特别的清晰,特别的明了,啊,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大家在写这种三元运算符的时候,啊,尽量的用空格给它进行隔开,啊,这个就是运算符的一个规则,啊,也很简单, 第四个,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语句方面的,第一个,每行有且只有一条语句,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只是一种规范,但是,呃,你比如说下面这个错误的事例,到了a++,分号到了b,减减,实际上它运行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这样写的话,呃,就给人感觉特别的不规整,特别的不规范,啊, 啊,我见到好多人都喜欢就是把好多语句写在一行,那如果你语句多的话,你写在一行的话,呃,这样的话会比较的,呃,看不清,或者说是难以理解, 好,来,再来,接下来看第二个,啊,复制语句等号前后各有一个空格,要来看一下, doraA空格等于nureA,啊,就这就是nure了一个A的一个实例,啊,doraB等于doraA, 引用一下这个,放这个函数,啊,都是有空格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来看第三个,数组定义语句元素只能有一个table, 只能缩紧一个table,啊,那在这里边,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我这个边没有进行缩紧,我给大家缩紧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啊,刚刚他就是顶行写,就是,感觉不是特别的漂亮,那现在我给大家这么一table了以后,这样的话就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就是说,数组定义语句元素只能缩紧一个table, 然后再来看第四个,if for each等控制结构体,关键字与小括号之间没有空格,啊,关键字与小括号之间没有空格,就是这样, 关键字与小括号之间没有空格,小括号与大括号之间只有一个空格,啊, 这就是这个,小括号与大括号之间只有一个空格,关键字与小括号之间没有空格,啊,这个就要求的,就是, 比较的规范,比较的严厉, 然后来看第五个, if 语句条件较多时应该持行, 新行以逻辑运算符为起始,第二行比第一行多一个table的缩紧, 之后的行全部与第二行对齐,来看一下, 一符语句条件较多时应该持行,新行以逻辑运算符为起始,大家看一下, 新行以逻辑运算符为起始,第二行呢,比第一行多一个table的缩紧,啊,这边又忘了, 然后缩紧,应该是这样,嗯,这样的话大家看上去是不是就特别的清晰, 好,我们再接下来看第六个,try catch, try catch,语句关键字与大括号之间有一个空格,啊, try,大括号之间有一个空格,同样这个也是, 有一个table的缩紧,有一个table的缩紧,错的实力就是try, 而这个大括号之间没有空格,啊,就这样, 好,我们再反过来来看,那这节课呢,我给大家讲了一下, 在项目的实施阶段,php代码的书写规范,啊,我们应该遵循哪些规范,啊, 我给大家讲了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排版书写, 第二个就是它的命名规范,第三个就是它的运算符, 第四个就是它的语句,啊,主要就讲了这么四点的一些命名的规范, 和和它的,和大家要涉及到的一些规则,啊,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一个作业, 同样还是复习一下我们本节课讲的这几个小的规则规范,啊, 然后再预计一下下一节关于php制作的后几个的一个标准, 我们下节课会讲到这些剩余的这几个标准, 好,那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同学们呢,呃, 课后呢,认认真真地完成我们这个课后的作业,啊,啊, 咱们下节课再见,感谢同学的收听,再见